另外来关心浊西部落有民众在私人的苦茶园当中 发现一只因为误触陷阱而受困的台湾黑熊 领导出货报之后就立刻出动了黑熊的救援小组 用吹剑麻醉之后进行治疗 那么研判这一只黑熊大约是两岁 左前只脚趾因为误触了陷阱坏死 后续黑熊将被带回救伤中心来照样 恢复之后再评估能不能也放 这只谋融融的黑熊站在那一动也不动 由民众通报在浊西部落的一座苦茶园里发现一只黑熊 而且他的左前掌还被套损困住不断挣扎 因为他的左前掌是受伤的 有两个最外面的两根手指头是受伤的 那第四只手指头是坏死的状况 所以呢当场就有搜医师决定就是截肢 华林领馆处与民间救援团体漏液感到抢救 发现黑熊左前只的第四只已经严重坏死 兽医立即将他麻醉进行截止手术 还好生命征上都相当稳定 那目前黑熊的部分呢 已经运回野湾追作一个月的这种养护 继2022年12月卓西乡黑熊因滋扰机设受困陷阱后 这个是第二例由部落居民主动通报 并且积极协助救援的案例 让这类案件不再像过往沦为私下处理的黑数 近年林务局推动换发改良室列举 鼓励有需求的农民或猎人到灵馆处 或工作站森林焕发 避免误补台湾黑熊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导